鮮草 藕鷹 珍珠通通來一食 最後再淋上奶油球 光是用看的就讓人垂涎三尺 黑糖清冰就算是冬天照樣熱門 一次一百碗全部都要外送 但現在想吃要快 因為以後加珍珠 恐怕得花上更大的代價 像我們去用物料也好 還是出口也好 所以對我們台灣來講 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分擔 然後加上現在的疫情 影響會更大 我們一天的話大概是一至兩包 要囤一下貨 聽不到這個冒險的消息 有需要 台灣珍珠價格仍然沒有變化 但東南亞卻已經傳出斷貨消息 因為台灣珍珠的原物料是樹鼠粉 有三成從大陸進口 受到大陸疫情影響原物料告急 只能先留著台灣用出口先緩一緩 會在4月5月之後 影響會更大 之後如果有的話應該是四五十塊 所以很少買 珍珠來查 這樣就差不多了 如果這層七十 你會接受嗎 我會應該還好吧 在新南向政策的推波助瀾下 台灣珍珠出口量從660噸 翻倍到1300噸 東南亞喝不到珍珠 就怕進口量九成 依賴台灣的日本珍珠市場 將是下一波受災禍 借王志文 週一 台北報導